咱们今天要说的这案子呢 发生在云南省鲁垫县黄泥寨村 这个地方啊 老百姓住的普遍的都是那种吊脚楼啊 大家应该都知道吊脚楼是什么样子 对吧 就底下的是空的 拿几个柱子呀 庄子呀 撑起来 睡人的主要是在上边 2004年3月23号 春分呢 刚过去两天 这个地方啊 桃花啊 杏花啊 各式各样的花吧 就都开了 漂亮极了 照理说 这么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 大家心里边 那应该是感觉甜蜜 感觉幸福啊 可是黄泥寨村村民 洪开原家里边 发生了一桩害人听闻的案件 他家住的呢 也是吊脚楼 楼底下呀 就是养着牛羊 楼上边呢 是住人 一进门的堂屋里边啊 一个男性死者就躺在地上 还铺着那种塑料的编织袋 里边卧室里呢 有一名女性 这个死者呀 只穿着内衣 倒在卧室门里 俩人的头上 那都是血呀 那么死的是谁呢 就是洪开原夫妻俩 据洪开原的母亲说呀 那天清晨 她的小孙子小孙女就哭着去喊她了 奶奶奶奶 快看看 我爸我妈 都是血 他们 洪开原的母亲这么一听 整个人都急了呀 匆匆忙忙的赶到了儿子洪开原家 借着微弱的光线 就看到了地上的两名死者 这时候啊 洪开原的母亲脑子都是乱的 就感觉大脑一片混沌 模模糊糊的 就意识到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妇 被人杀死了 洪开原是洪家的二儿子 洪开原的三弟 当时二十岁 一大早听到声音 也跑了出来跟着母亲进了洪开原的家 洪家母亲和洪开原的三弟都说 他们发现两名死者之后啊 心里很害怕 很快就从屋里出来了 出来之后在院子里边那是嚎啕大哭 一边哭一边喊来人啊 救命啊 开原夫妻俩被人害死了 村民们听见声音呢 都赶了过来 村民们来了之后也吓得够呛 有的热心的村民呢 还问哎呦 这怎么回事啊 那什么娃娃怎么样啊 养的那牛偷走没偷走啊 洪开原的妈妈就说 孩子没事 那牛羊的也没事 通常咱们说杀人那三种情况 对吧 仇杀 情杀 为财杀人 这么一个普通人家 除了牛和羊之外 没有什么值钱物件 这牛羊呢 也没弄走 那么说为钱杀人应该不至于 至于说情杀 这洪开原夫妻俩结婚呢 正好七年 结婚以后两口子感情好极了 没听说在外边有什么那种不清不楚的事啊 所以情杀的概率也不大 那么他们有没有什么仇家呢 村民们就反应 说这两口子呀 人都不错 没什么仇家 怎么就突然遇害了呢 啊 看 为财杀人 情杀 仇杀 到现在来看 貌似哪个都不是 到底是谁杀的他们呢 村民们呢 七嘴八舌的商量着 随后就要翻过山头到镇上派出所报案 正走到村口 就碰上了乡司法所的所长叫杨德武 杨德武啊 是有手机的 赶紧拿手机就向派出所报了案了 派出所一听 这重重大山封闭的这么一个小山村里 村民家就一下死了俩人 这是特大命案啊 派出所知道 自己啊 也不一定能搞得定啊 遇到这种特大命案 一定要层层上报 随后就报告县里的刑侦队 刑警们也赶到了现场 就在洪开原家堂屋里的小桌旁边 警方呢 找到了一把沾满血的斧子 这把斧子经过辨认 就是洪开原家的 但是呢 04年那时候啊 技术有限 尤其在这样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啊 那么警方的这种行政科学技术啊 也是普遍落后的 所以按当时的条件来说 没法对斧子上面的指纹进行采集 在这堂屋的墙边那儿有一团被褥 那床单上啊 也有很多的血 有些呢 是喷上去的 有些呢 是滴上去的 但是翻来翻去 也没有发现有效的指纹 当时也是检测不出来 在当时的凶案现场 公安局没有采集到嫌疑人的任何指纹 也没有完整的脚印 更没有后来诸如什么DNA采集这种条件了 经过专业的法医鉴定 两名死者身上啊 有多处钝气伤和锐气伤 都是因为外伤 导致开放性颅脑损伤 颅内出血 颈总动脉横断 并失血性休克死亡 说白了 就是脑袋啊 都让人给砸坏了 这脖子 这大动脉 都让人给切断了 这些损伤 就应该符合 是斧头打的 或者是拿斧头那个刃面砍的啊 这种情况下 所形成的损伤 按照洪家人的说法 一男一女两口子都死了 那么这凶手 会是谁呀 洪家人说了 他们怀疑啊 是洪开园的老丈人 叶顺青干的 那洪家人 为什么要怀疑 亲家叶顺青呢 是因为就在前一晚上 洪开园的老丈人呢 来到了女婿家 洪开园的父亲 还跟这老亲家 一块闲聊了一会儿呢 就在洪开园的父亲 离开儿子家的时候 两个孩子呀 已经上床睡觉了 洪开园的妻子呢 正准备打地铺 让洪开园跟叶顺青 睡在地铺上 女人跟俩孩子呢 睡里屋卧室 也就是说 前一天 这叶顺青 很可能睡在了洪开园家 但是第二天一大早 洪开园家 一男一女 夫妻俩都死了 俩孩子倒是没什么事 那老丈人 叶顺青不见了呀 因此 他就成了 最大的嫌疑人了 警方啊 立刻赶到了 叶顺青家 去找他去 但是叶顺青的兄弟们 都说 哎呀 他呀 前一天走了 他一直没回来呢 听这警方一说 叶顺青被怀疑是 谋杀女儿女婿的凶手 叶家人都觉得 不可思议 不可能 肯定不是他干的呀 他再狠啊 他能连自己的亲女儿都杀吗 据洪开园家人说呀 案发当时 屋子里边 除了洪开园 和妻子叶昌真 老丈人叶顺青 三个大人之外 就是两个孩子 一个是七岁的女儿 一个是五岁的儿子 早上啊 天刚蒙蒙亮 这俩孩子哭着喊着 到奶奶家门口敲门 后来呢 大人们也问这俩孩子 到底怎么回事啊 孩子就说呀 爸爸妈妈吵架 进屋 一看见人 就这样的 就没气了就 案发当天下午两点 警察对洪开园 七岁的女儿 也进行了询问 并且留下了笔录 警察就问 你起床之后 见到什么了 我见我妈 睡在地上 我喊了五六声 她没答应 我也没去推我妈 我就跑去找我奶奶了 案发当天下午五点 也就是上一次询问之后 三个小时 又对七岁的女儿 进行了询问 那么这回 这孩子是怎么说的呢 我起来发现房门是开着的 大门是关着的 我家门呢 是那种一碰就锁上的那种锁 我用手就在那要开那锁 锁上那颗钉钉就开了 我跟弟弟就哭着去喊奶奶了 这边对这孩子进行着询问 另一边啊 一路民警四处在找寻叶顺青的亲戚朋友 可是都没发现叶顺青的行踪 正当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 法医公布了一个让人非常意外的消息 说死者呀 因为当时在案发现场 让人砍的血肉模糊 身上全是血 所以呢 看不清楚 送回去之后 洗干净了 清理干净了 发现头发是花白的 皮肤弹性很差 看上去应该是一个五六十岁的人 而当时警方报给法医的 说死者是二十多岁的洪开源 这么一来 这死者可就不是二十九岁的洪开源了 而是他四十九岁的老丈人叶顺青 为了确认这一点 警方呢 又组织了几拨村民 对清理之后的遗体进行了辨认 您各位听友可能有疑问啊 即使说血肉模糊了啊 怎么你还认不出来一个年轻人跟一个老头的区别啊 尤其洪开源他妈认不出来这是自己儿子还是老亲家啊 从当年的录像之中啊能够看出来 村子里边呢 男性的年轻人包括中老年人 衣服啊都是以蓝色褐色黑色自己织的那种布为主 洪开源跟老丈人的身高啊 却变成了死者 受害者 而之前人们认为的受害人洪开源 却在案发之后不知去向 可能是真正的嫌疑人 这时候啊 警方只能是重新梳理发生的一切情况 得到的一切线索 不过到底洪开源去哪了 查来查去 始终查不出来个眉目 时间呢 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 杀害叶顺青和叶昌真妇女俩的是不是洪开源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因为当时呢 行政科学技术有限 警方啊 虽然没有放弃查案 但是始终也找不到洪开源去哪了 这起案子的侦破工作始终也没有突破 当时这个案发现场 前前后后 警方勘查过无数次 这个房子呀 从案发之后啊 外观上来看似乎没什么变化 但是出了事以后再也没住过人了 谁也不敢来这住 只是呢 用来堆放牲畜的草料 那大门呢 关闭状态之下是没有缝隙的 相当的严密 整个门上也没发现被破坏的痕迹 那到了这房子里边 就房间的门啊 包括那门销已经断裂了 说明有人从外边使用暴力 把这房间的门呢 强行破坏掉了 而女性的尸体当时就是在这被发现的 也就是说 洪开源的老婆当时就是在这 遭到了砍杀 里边卧室的门被踢坏了 叶昌真在门里遇害 凶手呢 在门上啊 留下了那种擦滑性的半个鞋印啊 就是蹭了一下的那种鞋印 但遗憾的是这样子的鞋印 警方还是没有办法提取 除了门之外 所有的窗户都是完好的 也都是完全封闭的 再加上这吊脚楼的那大门也是完好的 如果说从外边来看 特别像一起密室杀人 对吧 警察后来在村子里走访调查的时候 还了解到了一个新的情况 说案发前一段时间呢 洪开源家里发生了一系列 让人感觉不愉快的事 怎么呢 在案发前两个月 村里十几个年轻人约好了 一块去昆明打工 洪开源呢 也跟着去了 那是他第一次出门打工 但人其他人呢 都找到工作了 洪开源一个人没被公投选中 当时连回家路费都没了 还是跟同村人借的 一个人就回了村子了 可以说是灰头土脸吧 说回去之后啊 脑子好像就坏掉了 洪开源回到家里 家人和村民就感觉洪开源 有点不对头了 并且洪开源总是怀疑自己的妻子 有什么事 就发生了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比如说有这么一件事 洪开源夫妻俩呢 一起帮助另外一家村民呢 种土豆 甭管是种土豆还是干别的事吧 洪开源呢 总得跟着自己的媳妇 但在村民和家人看来 洪开源的妻子叶昌真是一个非常老实 非常正派的女人 根本不可能有那样不清不楚的事情发生 就在案发那天白天 洪开源夫妻俩为这个呀 又吵了架 老丈人叶顺青 正是为这事儿晚上到女儿女婿家去劝和的 当地警方啊 对这个案子啊 可以说是百倍的用心 但是始终没有个结果 一晃 七年时间可就过去了 洪开源家 女人死了 男人跑了 两个年幼的孩子 跟着爷爷奶奶也慢慢长大了 俩孩子呀 从来不敢在大人面前提起当年的事 后来女儿啊 在面对新闻媒体的时候还说过 时间长了嘛 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只不过是过去的事情了 儿子说呢 很想爸爸妈妈 难过的时候也没人安慰 洪开源的老岳父一家 那更是惨啊 已经是人去楼空 叶顺青和大女儿叶昌真都死了 叶顺青的老伴 在案发之前就患有很严重的疾病 脑子呀就不是特别清楚 后来呢 就跟着自己在昆明打工的儿子就搬走了 从案发之后这么多年 每年警察都得到洪开源的父母家 探寻一下洪开源的下落 但是一直没有消息 案发七年之后 2011年 鲁店县呢 召开全县网上载逃人员的 家属动员会 再次把洪开源的老父亲就请过去了 警方呢 就动员家属们 你们呢 都劝劝那些再逃人员 回来自首 这时候洪开源父亲的内心呢 其实非常的忐忑 为什么呢 因为洪开源逃跑期间 跟他联系过洪开源就在另外一个县打工呢 洪开源的父亲叫他回来过 但是洪开源不回来 洪开源说了 我在外头混一天是一天 万一被抓到 我也就认了 不久 警方通过蛛丝马迹发现 洪开源跑到了云南巧家县的一个小镇上 也更名换姓了 不叫洪开源了 自己又起了一名字叫郑大伟 在一家五金店帮人打工 2011年3月份 警方顺利的将洪开源抓获 但是当警方问到案发当时情况的时候 洪开源始终保持着沉默 警方问洪开源案发之后 为什么要逃跑 洪开源呢 也进行了辩解 当时他就说呀 他怕看见血 然后就跑了 洪开源在接受警方问询的时候 能说清楚案发前一晚 一家人是怎么睡觉的 也说的清楚 发现屋子里两名死者之后 自己是怎么逃跑的 但就是这两名死者 到底是怎么死亡的 整个案发过程是什么 他怎么也说不清楚 根据村民的说法 洪开源和妻子在案发之前 的确多次发生矛盾 但是对于这些情况 在看守所里面的洪开源 一概否认 说没矛盾 得知洪开源被抓的消息之后 洪开源的女儿啊 只是在那哭 一句话也不说 由于村民们呢 都说洪开源在案发前一段时间 对妻子无端的猜忌 行为很怪异 并且对于妻子和老丈人的遇害过程 洪开源一直说不清楚 警方就觉得有必要对他进行精神病鉴定 就感觉他是不是真的精神有问题呀 洪开源的跟警方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当时啊 是我女儿抱着我 说别打了 这才把我叫醒的 2011年12月份 还有2012年8月份 公安机关先后两次 请司法鉴定机构 对洪开源做精神病鉴定 鉴定意见都认为洪开源 精神状态正常 没有精神类疾病 但毕竟两次鉴定 距离案发时间已经太长了 七八年了 当时洪开源的精神状态 你很难用现在的这个结果去认定 这期间呢 公安机关两次把案件移送到了昭通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院又两次做出了补充侦查的决定 因为现有的证据啊 你没有办法完全排除别人作案的可能 你也没有办法确定嫌疑人洪开源当时的精神状态 所以呢 这是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如果说确实要证明洪开源故意杀害了 两名受害人 那么还得收集相关的直接证据 或者排除别人的作案证据 这一次补充侦查之后 还是没能收集到更多的证据 所以这才建议公安机关做撤案处理 但警方压力也很大呀 这么大的案子 如果撤案了 怎么面对受害者家属啊 当年案发之后洪开源一跑 甭管是村民甚至洪开源自己的爸爸都认为就是洪开源干的 因为在场没其他人了呀 再说了 要不是你干的 没事你跑什么呀 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在很多案件里啊 我们看到很多新闻报道之后 从我们的主观上来判断就是他了 但是在法律上 你任何人的主观判断都没用 必须要有充足的充分的客观的证据 我们之前呢也给大家讲解过啊 一个是客观的证据 一个是嫌疑人的口供 那么这是两种钳制条件吧 原则上来说 如果说有了充分的证据了 证据能够达到一个完整的精确的证据链条 那么没有口供也能够定罪 可是如果反过来 只有被告人的口供 没有其他的证据和事实 能够证明被告人的口供 那么我们国家的法律 规定是非常明确的 不能够定罪 这也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减少一些冤假错案 为了调查清楚案发当时 究竟发生了什么 警方呢重新制定了审讯方案 多次给洪开源啊 做思想工作 因为警方也考虑到洪开源 为什么顾左右而言 他始终是支支吾吾 是不是有着心理顾虑 警方呢也就跟他说 你要是老老实实的配合 老老实实的交代 以后孩子读书的时候 遇到什么事情 我们能够帮助他 你们家庭条件很贫困 老人通过民政救助政策啊 也能够让你放心 开源啊 你别忘了呀 死的毕竟是孩子的妈妈和孩子的外公啊 啊 你对孩子也得有个交代啊 反正就各种各样做工作呗 最终触动了洪开源的心灵了啊 2013年1月10号 洪开源第一次交代了自己杀害两名死者的行为 洪开源说呀 他认为老岳父平时对他有不满意的地方 案发那天清晨 他跟老岳父起床之后 心里一冲动 拿起斧头 对老岳父就进行了伤害 洪开源交代案情之后 公安机关在2013年2月和4月两次委托司法鉴定机构 重新对洪开源的精神状况做鉴定 结论都是洪开源作案时意识清晰 有现实动机 作案之后有潜逃行为 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完整 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 洪开源交代之后 警方又带他去案发现场进行指认 他指认那天呢 山上下起了铺天盖地的大雪 洪开源交代说 他打伤老丈人的时候 他的媳妇听见动静了 从卧室门口探出头来 洪开源又气势汹汹的奔向了妻子 在指认现场 洪开源指的死者倒地的位置 凶器丢弃的位置 以及门上那擦蹭脚印的位置 还有其他描述 和警方在现场当年的勘察 是一致的 洪开源当年作案之后啊 把斧子丢在一边 把女儿和儿子送出了门 自己沿着小路 这才逃跑了 而女儿和儿子呢 当年不知道是吓傻了 太慌张了 还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爸爸 这才没有跟警方完全把事实说清楚 最终洪开源因为故意杀人罪 也得到了法律的严惩 1995年1月28号 黑龙江鹤岗市南山矿发生了一起枪杀11人的恶性抢劫案件 罪犯抢劫的目标是当晚存放在小仓库的将近百万元的工资款 顾名思义 这笔钱原本是打算第二天发给煤矿工人的工资 但却在当晚成了不法分子抢劫的目标 在1月28号当晚 四名歹徒全副武装 驾驶着抢来的汽车冲进了南山矿存钱的小仓库 跟安保人员展开了一场枪战 其激烈之程度 其反转之程度 就像是电影里的警匪火拼一样 而最终这场枪战导致11人死亡 其中甚至还有一个年仅10岁的孩子 不过奇怪的是 在这场枪战结束之后 警方在收拾尸体的时候 发现有一具被烧毁的尸体 却一直没有人前来认领 他的身份一直搞不清楚 那么这具无名尸体到底是谁呢 这会穷凶恶极的歹徒又是什么来头呢 竟敢跟这手里有枪的南山矿安保人员去直接正面冲突呢 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这起著名的128贺港抢劫大案 1995年1月28号 这一天正好是农历腊月28 还有两天就过年了 傍晚6点 黑龙江贺港市跟其他地方一样 到处都洋溢着喜庆的氛围 贺港的煤矿产业相当发达 有煤城的称号 不过在这个时候 有不少煤矿工人还没有回家 他们在等着最后两天发工资 等拿到了钱置办点年货 再回去跟家人团聚 但是谁都想不到 这其实只是一场暴风雨之前的宁静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会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持枪抢劫案 也正是因为这起案件 这一年 贺港的春节被推迟了整整20天 这天傍晚6点左右 位于贺港市文化路附近的群楼住宅小区外面 停着一辆没有熄火的北京212吉普车 这是一台暗绿色的车子 带着翻步棚 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不过在当时的贺港 这样的吉普车还是比较常见的 通常是用来当做出租车 此时这辆车的司机正在驾驶座上不慌不忙的吸烟 看样子是在等候客人 没过一会儿 有几个人从这住宅楼里走出来了 打头的看起来是个警察 戴着警帽 但上身的没有穿警服 穿着一件夹克 下身穿着警裤 这个警察静直绕过吉普车头 打开副驾驶的门坐了进去 在他身后 有一男二女三个人也紧跟着坐进了后排 两个女人 有一个留着短发 一个留着披肩发 那个男的是一个短平头 穿着一件黑色的短款的尼容大衣 但这两个女人呢 显然是有点奇怪 司机通过后视镜看了两眼 才发现这三个人呢 都戴着手套 两个女人打上车以后啊 就一直低着头 三个人互相之间啊 没有一句交流 不过还没等司机仔细看 这个坐在副驾驶的 好像是警察的这个男子说 说去这个试气象 说完之后呢 他也就不说话了 整整一路上 十来分钟也没人开枪 这车呢晃晃悠悠的 就开到了试气象后面的一片荒地 再拐两个弯 就到了正门口了 不过在这个时候啊 这个坐在副驾驶的这个男子 突然开口说话了 他说在这停一下吧 我要下去找个人 于是司机把车停稳 停稳之后呢 他正准备转身看一眼 后座这三个人要不要下车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刘披肩发的女子 当时是正坐在司机的身后 她猛的从衣服里 掏出一支棕色的短柄的长筒手枪 对准司机头部 砰砰开了两枪 司机还没来得及哼声 就直接趴在了方向盘上 当场死亡 紧接着 后座的三个人下车 把司机从前座拖到后座 然后副驾驶的男子 顺势坐上驾驶座 启动汽车 把车又开了十几米 停在一口树井的附近 之后几个人动手 把司机弄出车外 后座的男子不放心 对准司机头部 又接连开了两枪 确保他已经死亡 然后把他扔进了那口井里 之后四个人上车 开车 飞驰而去 这四个人要去哪呢 不是别处 正是位于鹤岗市南山区的 机械化煤矿 南山矿 此时的时间是6点19分 半个小时以后 四个人驾驶着抢来的吉普车 来到了南山矿 这个时间正好是人们吃饭的时间 所以很不巧 门卫处的两名京警 就把这大门打开 自顾自的吃饭去了 那在这 可能有朋友不知道 这个京警是什么 京警呢 其实就是经济警察的简称 这是一种保卫大型 或者一些重要的 起事业单位的一种 武装守备力量 年轻的朋友应该没见过 因为后来02年改制之后 这个经济警察就被取消了 那个时候是有这个经济警察的 很多大公司都配备经济警察 说当时这两名京警 把大门开着吃饭去了 门口没人 所以这几名歹徒呢 就直接开着车 进到了南山矿里面 然后他们来到了南山矿北楼 总务科的门口 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大院的地理环境 这个大院里边 总共有南北两座楼 歹徒们来的是北楼 这个北楼呢 一共有三层 楼外面挂着七八盏灯 因为快过年了嘛 然后呢 往上看 能看到有这么七八扇窗户 是亮着灯的 这个楼里边楼的西侧 是保卫科 楼的东侧呢 是经警科 就是刚咱们说的经纪警察 所以说这个楼里边 差不多都是安保相关的 而且这俩科室啊 都有人24小时值班看守 但比较尴尬的是啊 这个大院里边 不是有南北两栋楼吗 这两栋楼之间间距太大 中间呢 是一个大片的空地 再加上冬天六七点钟 天早就黑了 这院里又没灯 所以要是不仔细看的话 还真看不出来 这个大院里到底有没有人 于是当时这四个歹徒 就趁着月黑风高 摸着黑进了北楼里面 这刚一进楼 四个人立刻就掏出了怀里的武器 戴警帽的男子 拿着一把短枪 另外三个人 各自拿出一把长枪 他们两人一组 总共分成两组 不动声色的 分别朝保卫科和经警科摸了过去 此时大概是晚上七点钟左右 咱们先来说经警科这边 当晚值班的经警刘东升 是这起事件的幸存者之一 根据他的回忆 说当时他正跟三个同事 分别是杜文军 毛成才和经警队长赵成远 四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看电视 看着看着门突然被拽开了 一个留着披肩发的年轻女子站在门口 他手里端着一支长枪 二话没说 砰的一声就扣动了扳机 最靠近门口的杜文军 第一个被击倒 接着对方迅速开了第二枪 又把队长赵成远打倒在地 与此同时 坐在后面的刘东升和毛成才见势不妙 一头扎在了办公桌下面 但这办公桌下面才多大地方 根本就藏不住两个人 刘东升的左臂呢 就只能背在后面 没想到这个披肩发女子 他根本不罢休 对着桌子砰砰两枪 毛成才当场身亡 而刘东升因为藏得更靠里 索性没有被打中 但不幸的是啊 那个短平头穿泥大衣的男子 此时也进屋了 他先是对着地上还没有死绝的 两名精警连开两枪 又对着桌子砰砰砰 补了好几枪 这几枪导致刘东升手臂中弹 血流不止 也随之被打倒在地 不过幸运的是 刘东升其实并没有被打死 但两名歹徒不知道 他以为刘东升死了 于是他们弯下腰来 把地上的弹壳一一捡起 揣进口袋 然后离开了 就这样 前后只有十几秒的功夫 就已经有四个人倒在了血泊之中 造成了三死一伤 而与此同时 第二组歹徒 也就是另外两个人 他们也摸到了大楼一楼 西头的保卫科的门外 这个保卫科的房间结构比较特殊 一打开门进去 这是一间会议室 会议室里面有扇门 通向的是保卫科的值班室 进到值班室之后 还有一扇门 通向一间小仓库 为什么保卫科 它设计的这么复杂呢 因为里边这个小仓库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地方 这里面装的是一麻袋 一麻袋的现金 总共是五个大麻袋 雷起来一米多高 里边装了有将近一百万的人民币 这些人民币呢 是为了第二天 发给几百名矿工的 这是他们的工资 所以说这些钱 必须要放到最安全的地方 那外人想要进来 就必须先经过会议室 再经过值班室 然后才能到这个小仓库 说当时这个走廊东头 经井值班室那边枪响之后 这边这个短发的女子也端着枪 率先就冲进了保卫科的值班室 接着砰砰两枪 屋里两名保安当场死亡 这个女人打完第一波 然后那名戴警帽的 好像是警察的男歹徒走进来 对着两具尸体又补了几枪 防止他们没死绝 那么说到这儿呢 可能有朋友会感到好奇了 说这个保卫科这么重要的地方 看着这一百万的现金 那按理说应该是重兵把守 那为什么这个值班室里边 只有两个人值班呢 而且两下就被打死了 好像没什么战斗力啊 原来啊 毕竟这临近过年了 大伙这心思早就回家了 当时值班的呢 确实不止这两个人 一共是有六名安保员 但是除了被打死的 这两个安保员之外 其他四名安保员 其实都跑到里边 这个小仓库里去打牌去了 就这样歪打正着 当时呢就捡了一条命 说当时这四个人啊 玩得正开心呢 忽然就听见 大楼东边经警市那边 好像有枪声 一开始以为听错了 可是没等几秒钟 隔壁的这个保卫科值班室 也传来了枪声 这个大伙吓坏了 情急之下 这个保卫科长江生魁 啊 他叫江生魁 就示意大家别出声 然后独自一个人 走到了仓库 通往保卫科的这个 值班室的门前 拉开一条小缝 就看见门外边 正站着那个戴警帽的男子 手里边拿着一把枪 看到这个场景 江生魁是恍然大悟 这伙人一定是来抢钱的 于是他赶紧关上门 闪回仓库里边把门锁上 和其中一个安保员 叫张永华 俩人一起从旁边的这个柜子里 各取出一支七七式和一支五四式手枪 子弹上膛 往仓库后面走过去 说为什么要往后走呢 因为这个小仓库啊 它毕竟是一个战略要地嘛 设计的还是比较缜密的 仓库里有两扇门 前面这个门是通到值班室的 后面还有一扇门 那个门是通往大楼走廊的 尽头的那个铁栅栏门 所以当时这个江生魁 张永华俩人拿着枪就走在前面 去这个后边这个门 想在那出去 然后另外两名没有枪的安保员 一个叫张国明 一个叫陈学礼 他俩跟在后面 然后从这个后门就悄悄出去了 从这扇门出来以后呢 他们没打算跑 而是又绕回到了会议室门口 这个有枪的张永华和江生魁俩人 来到会议室门口一左一右 埋伏在门外准备还击 他们试探着往这个会议室里一看 就正好看见室内那一男一女两个人 正这个拿着枪在那补刀呢 于是江生魁还有这个张永华 二话不说 立即向这俩人开枪射击 而屋里这俩歹徒呢 显然也没有想到会有人从外面袭击他们 所以慌乱之间也拿出枪来展开还击 另外两名安保员 张国明和陈雪梨 他们没武器啊 而且看这个情况啊 双方展开了这个互相攻击 百徒还非常凶狠 这俩人一看情况不妙啊 就赶紧从那个仓库后门原路返回 退回了仓库里面 那退回仓库之后呢 其中这个张国明突然就想到 说这个仓库的铁柜里边 还放着一支五六式冲锋枪 于是他赶紧把这枪取出来 安上弹匣 交给了陈雪梨 紧接着俩人赶紧打开仓库的门 开枪射击 那么眼下这个情况 可以说对这四名安保员来说 是非常有利的 他们四个人前后夹击 一个在会议室门口 一个在仓库里 而这两个歹徒就被困在了双方的中间 所以说呢 双拳难敌四手 这个情况其实非常有利 但是安保员们万万没想到 就在这个时候 这情况转眼之间就翻转过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此时走廊东头 精警科值班室的那名披肩发女人 和短平头穿泥大衣的男人 在枪杀了四位精警之后 正向这边赶过来 他们远远看到会议室门外 有两个安保员正在往里开枪 于是这个短平头 泥大衣男子就趁其不备 抬手一枪 直接就击中了张永华 把张永华打倒在地 这冷不丁的来了一个突然袭击 把科长江生奎给打懵了 他一看这情况 张永华已经倒下了 也就是说现在只有自己可以战斗了 那门外有两名歹徒 门内也有两名歹徒 这个情况对江生奎来说 那是相当的不利 于是赶紧 他就随便打了两枪之后 然后就撤向了北侧的过道里的楼梯 而另一边 仓库里的陈学礼和张国明 他们毕竟在里面 摸不清对方的人数 也看不到外面江生奎的情况 所以当时呢 他们胡乱打了几枪之后 也退回仓库 关上了门 那么此时这个情况啊 确实是突然就翻转过来了 四名安保员死的死伤的伤 而且他们并不知道 在走廊东头经锦科的四名同事 早就奄奄一息了 面对如此严峻的场面 这几位安保员接下来 他们的命运如何呢 他们到底能不能 从这几名丧心病狂的歹徒的手下 成功逃脱呢 前面说到 1995年 腊月28号的傍晚 有四名歹徒 抢劫了一辆吉普车 趁着夜色掩护和安保人员的疏忽 潜入了鹤岗南山矿的北楼 四名歹徒兵分两路 两两一组一路突袭 第一组突袭了四名精警 造成了三死一伤 但第二组歹徒在保卫科的值班室 却吃了憋 他们刚刚打死两名安保员 就遭到了其他四名安保员的猛烈还击 这双拳难敌四手 眼看着就要把这第二组歹徒拿下了 但没想到此时刚刚杀完人的第一组歹徒 及时赶到支援 给四名安保员打了个措手不及 当场就把其中的一个安保员叫张永华 给打倒在地伸受重伤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江成奎见势不妙集中生智 赶紧撤退到了通往二楼的楼梯口 而第一组歹徒当中 那名披肩发女子 也快步跟上去 在他身后一定距离 观察着江生奎的动向 而另一个穿尼大衣的男子 也跑向了大楼另外一边的楼梯 防止江生奎从另外一边偷偷溜下来 而与此同时 这个尼大衣男子 他也看到了躺在地上 已经身中一枪的张永华 此时张永华血流不止 正在痛苦的挣扎 一大衣男子毫不留情 顺道又开了一枪 就这样 血泊之中的张永华 当场死亡 短短几分钟之内 四个歹徒狂风暴雨一般的袭击 就毫不费劲的杀死了六个人 此时除了躲在楼梯上的江生奎 还有两个活人 那就是躲在仓库里的张国明和陈学里 但他们俩在仓库里什么都看不见 光能听见枪声大作 却完全不清楚外面是什么情况 而现在这枪声突然停了 他们也不知道 到底是哪一方暂时取得了优势 所以谁也不敢开门 而就在俩人疑惑的时候 突然有人在会议室那边开始疯狂的砸门 俩人一听 赶紧把仓库里的桌衣板凳之类的 全都搬过来 死死的把大门抵住 而外面这些人砸了半天砸不开 这歹徒也急了 其中这个戴警帽的男子猛的一脚 这一脚下去 在这个门上还真就踹开了一道小口 一看踹开口了 他赶紧拿出了准备好的黄泥炸药 这个黄泥炸药呢 是一种炸矿山的炸药 虽然说威力不如正常炸药 但在小范围之内 这威力仍然是不容小觑的 那当时呢 这个歹徒就想把这炸药啊 通过门上这小口扔进仓库里 但是里面这个张国明和陈学礼 他们有一把枪 不停的往外射击 所以一时间呢 这口踢开了 反倒对歹徒们更不利了 他们没法靠近大门 如此一来 双方就陷入了僵持阶段 此时是晚上七点十八分 其实当时在这栋楼里 并非只有一楼的经警队和保卫科有人 二楼的调度室也正亮着灯光呢 此时 安检科副科长余力宾和另外三名安检员 正聚在一起喝酒吃饭 他们在傍晚六点那会儿打来饭菜 吃到接近七点的时候 已经吃的差不多了 几个人都喝了点酒 正准备躺在沙发上休息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听到一楼传来了枪声 根据安检科副科长余力宾的回忆 一开始 他以为听错了 但是另外几个人陆续也都听到了楼下保卫科方向 的确是有枪响 但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正在他们疑惑的时候 从一楼逃到二楼的保卫科长江生葵 拿着一把七七式手枪 气喘吁吁的跑进屋里说 有抢钱的 都有枪 在保卫科打起来了 赶紧报警 看到这个架势 几个安检员瞬间酒醒了一半 赶紧一边打电话 一边联盟把灯关掉 全都不敢出声了 说完了楼里的人 咱们再来说一说楼外的人 因为那段时间 南山矿的北楼并不是封闭的 谁都可以随意进出 那么也正是因为可以随意进出 导致又有四名无辜的人 死在了歹徒的枪下 当时前两个进楼的 是经警张志国和他的十岁的儿子张磊 这天本来也不该他值班 但在家里吃过晚饭之后 他想到单位里边去洗个澡 因为单位里有县城的澡堂子 洗得更舒服 于是妻子孟淑琴 就让他把十岁的儿子张磊 也带着一块去洗一洗 起初张志国不答应 儿子张磊呢 也不愿意出去 但是孟淑琴说什么也不同意 非让爷儿俩一块去洗一洗 毕竟单位上这大澡堂子 那洗着肯定舒服 张志国无奈 只能带上儿子一块出门了 但没想到这一走 就再也没能回来 当时这父子俩来到单位澡堂子之后 因为池子里边刚刚换了薪水 孩子张磊怕烫 咱们也不下去 磨蹭半天 没洗成 张志国一看 索性啊 让他穿上衣服 跟着自己先到办公室里去看会儿电视 等着水量凉了 再回来洗 于是他们收拾好东西 就来到了北楼 那当时父子俩进入大楼的时候 恰好那几分钟没人开枪 所以张志国根本就没有察觉到异样 像往常一样 领着儿子向经警值班室走去了 但他万万没想到 此时那个穿泥大衣的男歹徒正把守在经警室的外面 张志国走过去拉开经警室的门 发现里面没开灯 但电视机屏幕上呢 却播着节目 这个时候 其实张志国已经开始意识到这情况有点不对劲了 但是已经为时已晚 身后那个尼大衣男子迅速冲进来 对着张志国立即扣动班机 砰砰两枪 张志国摔倒在地 当场死亡 紧接着 歹徒对着年仅十岁的张蕾 也扣动了班机 子弹瞬间就贯穿了张蕾的胸膛 这对可怜的父子就这样死在了这里 在父子之后 第三个进入经警值班室的 是另一位经警叫田丽华 本来当晚 他在另一栋楼里值班 但大概在七点十五分的时候 因为感到口渴 但是恰好屋子里边没水了 于是就和同事打了个招呼 到北楼的水房来找水 可没想到刚进楼 就被尼大一歹徒盯上 但因为走廊里没有灯 他自己是浑然不知的 他也是先来到了一楼的经警值班室 但刚打开门 他就发现了异常 于是赶紧转身 不过这歹徒早有防备 还没等着田丽华看清对方的长相 两发子弹已经打进了他的胸膛 田丽华当场死亡 而第四个进入北楼的也是一位经警 叫宋诗平 他呢 没有值班 他也不是来洗澡的 他是因为家住的离单位很近 晚上吃完饭了 没事干 感到无聊了 就想着到矿上呢 来加加班 所以说这个宋诗平 那就更加无辜了 他本来当时啊 也压根就没打算进这个北楼 但在路过的时候呢 他在外面听到这楼里有动静 就打算进去看看 那这个北楼呢 除了正门之外 还有一个后门 宋诗平当时是从这个后门进到了这个楼道里 而且还一边走一边喊 说有人吗 出什么事了 那这边歹徒刚刚杀死田丽华 刚从经警值班室里出来 正好跟这个宋诗平就撞上 把歹徒也吓了一跳 他赶紧把枪举起来 就要开枪 好在宋诗平身手还算敏捷 一看情况不对 赶紧往回跑 而歹徒第一枪呢 也果然没打着 但这歹徒实在是太过凶狠 他马上就追过去了 第二枪直接把宋诗平也打倒在地了 紧接着 又对已经躺在地上的宋诗平 接连开了两枪 导致他当场死亡 而另一边 正是靠着同伙接二连三的开枪杀人 给戴警帽的歹徒 争取了几分钟的抢劫金库的时间 而金库里面的安保员 张国民和陈学礼 还在进行着殊死抵抗 歹徒一看 这实在是没法把大门炸开 只能转换思路 就想着能不能把这墙给炸个洞呢 于是他就把这黄泥炸药贴在墙上 然后退出门外 把这引线也牵出来 在门外一按开关 只听到里边轰的一声巨响 然后歹徒欣喜若狂的冲进会议室里 一看 傻眼了 他是万万没想到啊 这炸墙比炸门难多了 这面墙上只留下了一个五厘米深的坑 根本就没有炸穿 那事情到了这一步 歹徒们终于有点慌了 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了 而且炸药也用了 枪里子弹也不多了 而仓库里的安保员呢 还在不停的向外射击 另外刚刚上楼逃跑的队长江生辉 现在肯定也已经报警了 如果再耗下去 对他们只会更加不利 于是歹徒当场决定 终止这次行动 也许是因为没有抢到钱 心有不甘 也有可能是为了毁尸灭迹 歹徒临走之前 在经警值班室里放了一把火 没几分钟的功夫 火烧得越来越大 看着差不多了 戴警帽的歹徒一声令下 几个人迅速撤离 而事实证明 歹徒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在接到江生辉的报警电话之后 距离南山矿最近的鹤岗市六号派出所 火速出警 赶到现场 此时 这经警值班室已经是浓烟滚滚 警方只能掩住口鼻 冲到二楼解救了江生辉等人 同时又救出了被困在仓库里的两名安保员 之后人们费了半天劲 才把这经警室的大火扑灭 但是眼前的景象让他们痛苦万分 警警们的尸体横膝竖疤的躺倒在血泊里 早就已经死绝了 而就在大家悲伤的时候 突然从一张桌子后面伸出来一只黑乎乎的手 这给大伙吓了一跳 原来啊 这正是侥幸逃过一劫的刘东升 前面也说了 当时他被尼大一歹徒击中手臂 导致他身受重伤 趴倒在了地上 而歹徒以为他被打死了 于是歹徒先撤退了 刘东升呢 虽然自己想跑 但是奈何手臂受伤 很难起身行动 所以就一直躲在了桌子下面 也正因此 他目睹了歹徒如何枪杀其他四个人的残忍的经过 最终警方和矿上的其他人员合力清理出了总共有十一具尸体 这其中还包括那个年仅十岁的孩子 谁都没想到 为了保卫这将近一百万的现金 竟然付出了如此之大的代价 此事一出 震惊全国 鹤岗市公安局紧急成立了破案指挥部 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内抓住这几个穷凶恶极的歹徒 而警方在第一时间也封锁了现场 然后找到了保卫科长江生葵来辨认死者身份 江生葵来到这十一具尸体面前 经过逐一的仔细辨认 辨认出了其中十具尸体 这十具尸体都是自己的同事和同事的孩子 也就是那个张雷 但奇怪的是 逐一辨认之后 他发现有一具脸部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 已经无法辨认 于是江生葵就拿出了当天晚上的值班人员的花名册 来一一核对 但是很快在核对之后 他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情况 除了已经死去的同事得到确认之外 花名册上的其他人员 此时都毫发无损的站在自己面前呢 那么这就奇怪了 这具被烧毁的无名尸体 他又是谁呢 而与此同时 警方还注意到了 在北楼前面有一辆停在那的吉普车 没错 这辆车就是凶手开来的那辆抢到的吉普车 在逃跑的时候 他们显然没有开走 而经过警方辨认 也确认这辆车并不是矿场内部人员开来的 所以警方推测 这辆车只能是歹徒开来的 但是歹徒把这辆车开来了 却为什么没有把它开走呢 歹徒没有把车开走 歹徒又是如何逃跑的呢 难道说有人在外面接应他们吗 毫无疑问 此时各种各样的问题 涌上了所有人的心头 这伙歹徒他到底去了哪了 这具无名尸体究竟又是谁呢 警方到底能不能通过蛛丝马迹 最终查出这起案件的真相 把这四名歹徒悉数抓获呢 这些事啊更有意思了 但鉴于内容太长 所以放到下回咱们再接着说 在上回咱们说到95年1月28号这天 四名乔装打扮的歹徒 偷偷溜进了鹤岗市的南山矿 为了抢劫存放在仓库中的挤麻袋现金 跟矿里的京警和安保员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但最终他们因为没能抢劫成功 只能放火逃跑 这场持续时间并不长的枪战 一共造成了11人死亡 其中还包括一名年仅10岁的孩子 但奇怪的是 在11具尸体当中 有一具脸部已经被完全烧毁的无名男尸 他并不属于矿上的安保人员 那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呢 在这起事件发生之后 可以说是惊动了鹤岗市上上下下几百万人 甚至就连远在北京的中央领导 也意识到了这起案子的严重性 当地警方的压力非常之大 再过两天就要过年了 要是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凶手绳之以法 过年期间人口流动频繁 再想抓他们 可能就难了 于是128专案组迅速成立三管齐项 一是详细的勘察现场留下的所有痕迹 包括脚印 鞋印 指纹 枪支弹药等等 所有可以提取到的物证 看看现场是否还丢失了什么东西 第二 要对歹徒的逃跑路线 以及那辆停在现场的基辅车 进行分析 尝试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找到这几名歹徒的来去路线 第三 就是要想办法搞清楚那具无名尸体到底是谁 这也是目前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 上面这命令一下达 下面的民警和武警立刻忙活起来 巡警 交警 武警 立即封锁全市的所有铁路和公路出口 防止犯罪分子外逃 市局 各分局 也马上组织警力 清查犯罪分子可能利用的出租车 和公共场所等地 而案发现场这边 停放在北楼楼前的那辆歹徒留下的基辅车 自然就成为了首要勘察对象 打开车门 警方赫然看到驾驶座和后排座位上有大量血迹 车钥匙没有拔下来 车头车尾的牌照也全部都被撬了下来 经验丰富的民警大体可以猜到 这应该是一辆出租车被歹徒劫持到了现场 而且这位车主很可能已经遇害了 最后警方在后备箱里找到了被撬下的车牌 紧接着交给其他民警去调查车主的详细信息 对于这辆车的调查 这才告一段落 查完了吉普车 第二天早晨八点多 对枪战现场的动态勘察工作也正式开始了 这个过程可以说是非常艰难 当时鹤岗的温度在零下三十度左右 再加上昨晚救火的时候把大量的水灌了进来 到现在已经全部结成了冰 在那样的环境下 勘察员们就连伸出手来都变得非常困难 但勘察工作偏偏又是一个非常细致的活 不容有半点闪失 所以整个工作做完花了几天几夜的时间 而最终初步的勘察报告告诉我们 现场的11具尸体上一共有37处枪伤 这其中大部分是由猎枪子弹造成的 这说明凶手所持的武器应该以猎枪居多 有可能也持有少量的自制手枪 不过精警赵承远和安保元于小光的尸体上 还发现了四处有五四式手枪造成的枪伤 而五四式手枪是精警和安保元的标配 这说明歹徒有可能他们携带的弹药不够用 或者是出于其他的某些目的 抢来了保卫人员的五四式手枪 而接下来的勘察也证实了这一点 赵承远与小光和张永华所佩戴的三把五四式手枪 后来发现都不见了 很可能就是被歹徒抢走了 另外需要说的是 那具被烧得面目全非的无名尸体上 也有两处枪伤 但这两处枪伤重弹的部位非常奇怪 一处在右侧脸部的中间位置 另一处在左眼上 这两个位置为什么说奇怪呢 因为一般来讲要想杀人灭口 那肯定是往心脏或者往脑门上打 大部分尸体上的伤口也的确是如此 但是往眼睛里打 往这个右脸中部打 这个位置就显得很奇怪的 那么这两个伤口呢 其实也可以说算是一个小伏笔 因为这个无名尸体的确非常重要 而这两个特殊的伤口 也为之后警方揭开无名尸体的身份 起到了关键作用 警方勘察之后 这具无名尸体身高1米73 年龄不详 需要进一步检验才能够知道 在尸体口中 右侧第二颗后槽牙已经脱落 第三颗门牙是树枝座的假牙 另外在尸体下面 还残留着一些 没有完全烧毁的衣物碎片 由此可以判断这名死者生前 穿着一件褐色仿羊皮夹克 和一条黄色秋裤 那么到这 对于这具无名尸体 警方其实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什么样的猜测呢 警方猜测 这个无名尸体 他会不会根本就不是矿上的安保人员 而是这伙歹徒当中的一员呢 这个猜测的确非常大胆 但是验证这一点 需要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要先搞清 这伙歹徒到底有几个人 分别是男是女 体貌特征又是怎样的 那为了验证这个猜测 警方叫来了保卫科长江生葵 还有经警 刘东升等几名幸存者 询问歹徒的详细情况 而歹徒的情况 在上节我们已经说过了 当时经警科刘东升这边 是一男一女两个歹徒 先进来的是一个一米六多的短发女人 眼睛不大不小 戴一个灰色鸭舌帽 上半身穿着墨绿色大衣 后来呢 又见了一个男的 但当时情况太乱 刘东升躲在桌子底下 没有看清这个男子 而另一边保卫科那边 江生葵也回忆说 一开始来到保卫科这的 也是俩人 也是一男一女 男的穿着警服有点胖 警服外面还套了一件黑皮夹克 戴着警帽 但这警帽上是一个老式的警徽 这个人身高一米七左右 大概是三十岁 眼睛非常大 另外那个女的留着很长的头发 长得还挺好看的 但是穿什么 他记不清了 另外他记得身高也非常高 一米七左右 这一点呢 给江生葵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另外 江生葵还补充了一点 他说当时枪战的时候 因为寡不敌众 他从一楼爬楼梯 想往二楼逃跑 当时在逃跑过程当中啊 那个长头发女人在后面紧追不舍 慌忙之中 江生葵就往后面接连开枪 结果开完枪之后呢 对方突然就不追了 捂着这个左肩膀就往后跑 所以江生葵推测啊 当时自己这个枪应该是打中了那个女人 打中了左肩 那这一点呢 他后来也成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 这么一个算是伏笔类的线索 那么现在警方这边 结合这两位幸存者的描述 判断应该是有四名歹徒 那四个人 这个相貌特征各不相同 那么现在问题就出现了 如果警方刚刚的那个 对无名尸体的猜测是正确的 就要知道 歹徒来的时候是四个人 走的时候是几个人 如果那个无名尸体 真的是歹徒当中的一员 那么歹徒走的时候 应该是三个人 为了得到这个答案 警方找遍了矿上 最终终于找到了几个案发 当晚待在调度室的目击者 根据目击者的描述 说在28号晚上7点20分左右 他们听见北楼传来了枪声 于是呢 都从窗户往外看 十几分钟之后 他们就看见有三个人 从大院的篮球架那边 往西走 一开始呢 是慢慢的走 后来开始小跑 打头的那个人 个头看起来应该有一米八左右 后面第二个好像个子不高 留着长头发 看起来是个女的 还有一个呢 第三个 因为天太黑 实在是没看清 所以根据目击者提供的情况 总共四名歹徒 但是他们只看到三个人走了 那么从这一点 其实就已经基本可以推测 那个无名死者很有可能 真的是歹徒当中的一员 当然目前 这还仅仅是个猜测 还需要之后更加深入的研究 得到更多证据 才能够得以证明 那么至此 警方就对已经收集到的线索 进行了汇送 梳理出了这四名歹徒 大概的一个作案路线 首先 这四个人应该是 先劫持了一辆吉普车 然后半路把司机杀害 开车来到南山矿 这一点在上级咱们也说了 完全符合 之后四名歹徒摸进北楼 他们分头作战 两两一组 分别攻击了精警科和保卫科 随后双方发生激烈枪战 导致两名歹徒伤亡 其中长发女歹徒 左肩中了一枪 但具体伤势不明 还有一名歹徒 应该是重弹身亡 最后 四个人在抢劫现金失败之后 剩余三名歹徒为了毁坏死亡的同伙的尸体 同时也是为了扰乱视线 他们放了一把火之后步行 向西逃跑 那么此时警方的任务也很明确了 一个是通过在吉普车里找到的车牌号 摸清这个司机的身份 另一个是对这具无名尸体进行更进一步的技术检测 看看能否得到更多线索 警方很快就通过车牌号 找到了那辆吉普车的主人 他叫房一贵 29岁 未婚 住在兴山区28位 房一贵的母亲告诉警方 儿子在28号上午就出门开车干活去了 但直到第二天都没有回来 那么从这一点来看 应该跟警方推测的一样 房一贵已经遇害了 之后警方多方走访 最终确定了房一贵失踪的时间 他的一位司机朋友说 说从28号上午10点起 房一贵一直在帮他修车 中午他们一起吃了午饭 一直到了下午4点 车还没修好 于是他们就叫了一辆拖车 打算把车送到庆丰桥修理部去接着修 当时这个朋友开着拖车在前面走 房一贵开着自己的出租车在后面跟着 但是到了庆丰桥之后 这个朋友发现房一贵的车一直都没跟上来 从当时他们的位置到庆丰桥 大概需要半个小时 那么也就是说 房一贵他大约是在28号下午4点半左右 失踪的 但是失踪之后 他去了哪 这些歹徒又是什么时候上车的 这些问题依然困扰着警方 有关吉普车的线索 到这可以说就卡住了 而且别忘了上回开头咱们说的情节 当时咱们说 28号傍晚6点多 4名歹徒从楼上下来进了房一贵的出租车 但现在的线索告诉我们房一贵是4点半失踪的 那么4点半到6点之间 这一个半小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难道说房一贵早在4点半的时候 就已经和歹徒有了接触吗 现在还不好说 那么眼下这情况 歹徒来现场的路线 现在是搞不清楚 既然如此 那就从歹徒逃跑的路线开始分析 刚才咱们也说了 有目击者看到歹徒往西跑了 而大院的西边有一个小门 所以推测歹徒应该是从这个西侧小门逃走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 歹徒当时为什么不开车走呢 况且当时还有人受了伤 开车走应该更快 其实这起案子很明显 是有着周密计划的 而且他们很可能在南山矿有内应 或者说在这有某些消息渠道 不然他们怎么会如此熟悉南山矿的地形 会知道保卫科仓库里有钱呢 所以这一切包括这个选择从西门逃走的这个逃跑路线 应该都是他们计划好的 他们很清楚 开车逃走 目标更大 而且把车扔到哪 这也是一个问题 如果把车扔到离住的地方太近了 那毫无疑问太危险 但如果扔远了 这跟没开车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在作案之前 他们已经制定好了完美的逃跑方案 而且从这个大院西侧的小门逃走之后啊 这个位置其实很棒 出门正好挨着三条铁路 沿着铁路往西走 没一会儿就能走上大路 那这也进一步说明 歹徒肯定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的 既然如此 警方就沿着歹徒最有可能的这条逃跑路线 开始跟着往西走 展开调查 很快发现 沿着铁路走没多远 有一个小区 这是第27位居民楼 警方分析 如果说当时歹徒真的是沿着这条路线走的 那么当天晚上一定会路过这片小区 说不定啊 这个小区里会有目击者 于是警方展开了调查询问 但是很遗憾 问了几栋楼 没有发现目击者 不过就在警方感到无比失落的时候 有几位住在这的老太太 给了他们一些 新奇的思路 怎么回事呢 说当时有几个老太太在小区里边闲聊 其中有一个老太太听说这个歹徒里有两个女人 就一直表示不相信 说女人怎么可能干出这种开枪杀人的事呢 另一个老太太听了之后 也跟着附和说 他说 说不定啊 是男的乔装打扮 男扮女装呢 一听这话 又有一位老太太说了 他听说啊 有人在那天晚上 捡到了一个假发套 不知道那个假发套 跟这起案子有没有关系 听到这番对话 警方连忙问 说是谁捡了假发套啊 老太太说 是住在附近的老许捡到的 于是警方赶紧就找到了这个老许 去了解情况 这才得知了这个假发套的来龙去脉 在案发当晚 28号晚上9点多 这个老许带着儿子出门帮朋友修车 儿子扛着东西在前面走 突然脚底下被什么东西给绊了一跤 老许走进了一看 原来是一个乌黑发亮的假发套 说假发这东西在当年 可不是个便宜货 少说也得几百块钱呢 而且卖的地方呢也不多 所以老许当时就把它捡起来 拿回了家里 现在一听警方需要 就赶紧让妻子 把这假发套给拿出来了 交给了警方 警方看着手里的假发套 心里也一直犯嘀咕 难道说 这歹徒里边根本就没有女人 都是男扮女装进行作案的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破案的难度肯定是又加大了不少 的确这确实是一个很新奇的思路 而且这顶假发套的出现 似乎也预示着这个思路的正确性 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警方接下来还会调查出什么样的新奇的线索 在那具无名尸体的身上 还有什么样的秘密 等待着警方挖掘呢 在之前的案情当中 我们多次提到那具无名尸体 提到警方已经对他有了初步推测 认为这具无名尸体 有可能是歹徒当中的一员 其实就像警方猜测的 这具无名尸体身上的确还藏着太多太多的线索和疑点 而这具尸体也将会成为破案的关键 在案发之后的六天时间里 法医对这具尸体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而这六天当中 矿上也逐一联系了每一位员工 确定全部在岗人员和退休人员都得到了落实 再加上目击者 的确只看到了有三名嫌犯离开 两者结合 也让警方对尸体的身份的猜测 变得更加有可能了 既然这种可能性在逐渐增大 那么对这具尸体的研究就要更加慎重 如果这个无名死者 他真的是歹徒当中的一员 那么首先就需要确定 他是怎么死的 因为这个无名死者的死因 有可能会关系到整起案件的走向 有两种可能 大伙应该也都能猜到 第一种 这个无名死者生前 被某位警警或者某位安保员击中了 伤势极其严重 无法离开现场 那么其他罪犯只好把他击毙 第二种 在作案的时候 团伙成员之间可能发生了内讧 又都拿着枪 于是发生了火病 导致这个人死亡 不过根据幸存者回忆 说当时并没有听见歹徒之间有争吵 他们分工明确 看起来十分团结 不像是有矛盾的样子 那么也就只剩下第一种可能了 而这个可能性的跟其他线索 也是比较契合的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歹徒逃跑之前 为什么要放火 仅仅是为了烧死几个安保员吗 恐怕不是吧 安保员已经被他们打死了 没有必要再烧一次了 所以很有可能跟之前我们推测的一样 他们真正的用意是毁尸灭迹 烧毁同伴的尸体 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细节 在尸体的左眼 通过进一步检测 这具尸体左眼上的枪伤 是来自猎枪子弹的 而猎枪是这伙歹徒所使用的武器 这说明左眼这枪是歹徒打的 那么这个时候问题就出现了 既然歹徒已经放了火 完全可以成功的毁尸灭迹 那为什么还要在左眼上补一枪呢 对于这一点 警方前思后想 最终觉得应该只有一种可能性 说歹徒的这个做法 很可能说明这个尸体的左眼上一定有某些明显的特征 为了不被警方发现 只好开枪破坏同伴尸体的左眼 那么这个特征是什么呢 有可能是这个人左眼失明 或者存在其他的一些比较明显的残疾情况 我们要说的是这是一个极为关键的线索 顺着这个思路 警方立刻向全市发了一份悬赏通报 征集这个无名死者的身份信息 通报上是这么写的 罪犯年龄约25岁左右 有一颗假牙 身高1米73 左眼很可能有残疾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警方立即调查近些年有过犯罪行为 并且眼部有某些残疾的前科人员 而且这还没完 在接下来对尸体的进一步的检验当中 还发现了新的线索 在把尸体表层的烧焦的皮肤进行清理之后 尸体左臂上部的皮肤引起了法医的注意 在烧焦的黑色的表皮下面 竟然浮现出了一些纹路 这些纹路看上去像是纹身 于是法医拿起手术刀 小心翼翼的进一步去深刮这些表皮组织 为什么要深刮呢 因为如果真的是纹身的话 深刮下去 纹身非但不会掉 反而会越刮越清晰 因为纹身的颜色 已经深入了人体的第三四层细胞里了 而果不其然 这纹身的颜色变得越来越深 十几分钟之后 一条龙的图案映入了法医的眼帘 可以隐约看到 龙头昂起 嘴里喷火 身体曲折 找下还踩着火焰 宛如黑帮小说当中的青龙帮 那既然这死者有纹身 其实也就进一步印证了警方的猜测了 这个人应该是歹徒之一 因为在那个年代 正常人去纹身的还不多 大多都是一些混混 模仿黑帮 模仿古惑仔 于是警方就把这个纹身部位的照片打印出来 下发到每一个干警的手里 您别说这个举动 很快就有了效果 警方在鹤岗市收审所调查的时候 有一个叫李宝丽的犯人提供了重要线索 这个李宝丽也是二十出头 挺瘦一瘦猴 但是人很凌厉 曾经因为偷铁闸门被关进来了 不过进来之后呢 接二连三的受教育 进步比较大 说当时他看到民警手里这个纹身照片的时候 十分肯定的说 这人他认识 是他的一个叫做田宇的同学的哥哥 叫田园 他说这个纹身 跟田园身上的那个纹身啊 一模一样 警方一听 赶紧仔细问 先问他说那个田园 有没有一颗假牙啊 李宝丽非常肯定的说 有 再问其他的体貌特征什么的 李宝丽大概说了一下 田园身高 一米七三 体型中等啊 等等之类的 发现也基本上都能对人号 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这个李宝丽说 田园的一只眼睛的眼皮 是往下搭了的 也说不上来算不算是残疾 反正看起来啊 挺吓人的 但是他记不清 到底是左眼 还是右眼 有这个问题了 那么听到这儿呢 其实警方已经基本就可以确定 这个无名死者呢 就是田园了 那么下一步 毫无疑问 警方就来到了 位于南山区28位五祖居民区的田园家里 不过呢 发现这个田园家里边 只有田园的父亲 和田园的三弟田斌在家里 田园自己 还有他的二弟田羽 也就是李宝丽的那个同学 这俩人都不见了 问怎么回事呢 三弟田斌说 说这个哥哥田园 早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 就被一个叫孙海波的朋友拉着 去韩国打工了 当时呢 还是他亲自把哥哥送去的车站 但是因为家里穷没电话 所以后来就再也没有跟田园联系过 然后警方又问说 这个田园平时跟谁走得近 田斌说有这么几个人 一个叫孙海波 一个叫乔福山 一个叫于林栋 一个叫阎文宇 那不用说了 这其中嫌疑最大的 肯定要属这个孙海波 因为田斌也说了 孙海波把田园叫去 去韩国打工了 所以说这个孙海波成为 嫌疑对象 也是正常的 在一查 发现这个孙海波 是干服装买卖的 高中学历 住在工农区 沙伦厂附近的一个自建房里 于是警方就去查这个孙海波 这一查呢 果然就有了重大发现 原来这个孙海波 早在91年1月 就和田园一块 抢过银行 后来呢 因为种种原因 他们被放出来了 俩人关系呢 也开始越来越好 那么既然有如此恶劣的前科 都说狗改不了吃屎 所以警方认为 这个孙海波 他再次作案的嫌疑 是非常大的 可眼下这个案子呢 很可能是有关系的 另外除了这个孙海波 还有一个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就是田斌提到的那个严文宇 为什么呢 因为警方调查发现 在咱们刚刚说的这几个人里面 只有这个严文宇 他既认识孙海波 又认识死者田园 所以说他被怀疑也正常 这个严文宇的情况 咱们大概说一下 他呢身高不高 一米六七左右 瓜子脸 他的履历呢 也非常重要 他曾经是南山矿 北楼三楼水电科的一名职员 负责收水电费 他爹曾经是南山矿的总务科长 凭着关系 把儿子弄进了水电科 不过后来 严文宇先干着没意思 在94年辞职了 这个情况太重要了 警方有理由认为 前面提到的犯罪分子 在南山矿的这个内应 很可能就是这个严文宇 那么现在在确定了 这三个人具有重大嫌疑之后 鹤岗市警方决定立即抓捕 孙海波和严文宇 但是大伙别忘了 他们身上有枪啊 所以一定要确保抓捕计划 万无一失 96年2月16号凌晨2点 警方先派出14名民警 分别来到孙海波和严文宇家的门外蹲守 确定这俩人整晚都在家里 之后早上6点05分 抓捕队伍分成两组展开突击行动 最终6点30分 迅速冲进孙海波家 抓住了刚刚起床 还没穿衣服的孙海波 之后6点40分 另一组警力也顺利的抓住了 正在睡觉的严文宇 不过经过搜查 在两人家里并没有发现枪支弹药 警方把这俩人押回局里分开审问 但这俩人非常狡猾 面对警方的问题呢 虽然听起来回答的挺老实 但是仔细一琢磨 却发现俩人都在避重就轻 当警方问说案发当晚 俩人都在干什么 孙海波说 自己在家待了一天 洗洗被褥 收拾收拾家里 没有出门 严文宇说 说那天自己去天津做生意了 第二天29号下午才回来 回来之后才知道 28号晚上发生了这个案子 虽然说呢 这俩人啊 现在都有这个所谓的不在场理由 但这个情况警方也见多了 光有理由没证明 那这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啊 而且很多那种顽固不化的确实光给你挤牙缝 要么就撒谎 所以直觉告诉警方 眼前这俩人很可能没有说实话 不能掉以轻心 但是审讯组这边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那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轮番审讯 增大这嫌犯的精神压力 好多办法都是了 但这俩人确实都是老大男 折腾半天 愣是纹丝不动 闭口不言 那一时半会儿呢 警方也没办法了 对两人的审讯 一时间陷入了僵局 没办法 警方只能换个方向 他们去找到了孙海波和闫文宇的家里 试图从他们的家人身上打开突破口 警方首先找了闫文宇的妻子 叫真灵 问真灵说 说这个抢劫杀人案发生之后 闫文宇有没有一些异常的情况 真灵回忆说 说当时南山矿那案子发生之后 身边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案子 那他们家也一样 闫文宇当时也跟着讨论了 说这些人也够狠的 简直不是人之类的 总体看起来呢 这个闫文宇 没有什么反常的现象 那么他的妻子真灵的这番话 可不可信呢 当时负责询问真灵的这个警员表示 说这个真灵啊 心直口快 一看就是一个直脾气 而且在这个谈话的过程当中 没有任何迟疑 不像是撒谎 另外说当时面对警方的来访 这真灵感到非常疑惑 一个劲的问说丈夫到底出什么事了 所以根据这个情况的综合判断 认为这个真灵说的应该是实话 那么真灵这儿没什么结果 警方只好再去找孙海波的妻子 叫张慧如 这个张慧如的表现跟真灵 那可就不太一样了 无论警方问什么 他都是支支吾吾 能不张嘴就不张嘴 而且当问到南山矿发生的那起抢劫杀人案的时候 张慧如的眼神啊 明显变得很不自在 警方一看 这说明他很有可能是知道内情啊 于是警方在那动着以情 小着一礼 又扑法又讲道理 开导了半天 他这才说出了自己知道的情况 他说孙海波确实挺反常的 在1月28号案发当天 孙海波上午10点多就出门了 一直到晚上9点多才回来 进门之后呢 他看见孙海波脸色煞白 就问他怎么了 但孙海波就说了一句胃疼 说完之后就脱衣服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10点多才起 起来之后吃完饭就又出门了 下午3点钟才回来 到了晚上 电视里播放这个警方的悬赏通报 说能提供有价值线索的奖励5万块 当时看的这个悬赏通报之后 孙海波就问张慧如说 说你要是知道这事谁干的 你会去举报吗 张慧如当时就开玩笑的说 当然举报了 5万块不要白不要 孙海波当时一听呢 扑吃一乐 什么都没说 本来以为这事就过去了 结果临睡之前啊 孙海波突然跟他说 说以后不管谁叫门都别开 无论谁问28号那天我在哪 都说我一天都在家 没出过门 那接下来的几天当中呢 孙海波每天都是上午10点出门 中午12点回家 下午就在家待着 唯独正月初八那天 严文宇突然来找他 孙海波一看 就让张慧如先出去 自己和严文宇在屋里说话 一直说的下午两点多钟 严文宇才走 张慧如起初一直都不相信 这事是丈夫干的 但是这么多天下来 发现这个孙海波的行为啊 实在是太过诡异了 直到警方这次来把孙海波带走 才彻底打碎了张慧如的幻想 那么现在听完张慧如的交代 警方的心里也是如释重负 这份非常关键的口供 很可能会成为攻破孙海波和严文宇内心防线的重要武器 后来也的确如此 当警方把这份口供摆在孙海波面前的时候 他缓缓的出了一口气 随后只说了四个字 行 我认了 这孙海波一认罪 严文宇自知跑不了了 这小子为了自保 赶紧向警方透露了最后一位同伙 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田园的二弟 田羽 起初警方也不敢确定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于是呢 就找到了田园田羽田斌 他们三兄弟的老父亲去了解情况 因为警方并不了解田羽 于是呢 就着重询问有关这个二儿子田羽的情况 而这一问 警方就得到了一条极为重要 同时也让他们目瞪口呆的线索 老父亲说 说田羽平时呢 有一个让人难以启齿的一个特殊爱好 什么爱好呢 说这个田羽 喜欢男扮女装 扮女人 用咱们现在话来说 是个女装大佬 在案发当天 28号上午 田羽特地捣执了一番之后就出门了 直到晚上才回来 第二天上午呢 又说要去一趟哈尔滨 然后就急匆匆的走了 之后 再也没回来 那么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啊 警方现在也基本确定了 这起案子四名歹徒 全都浮出水面了 孙海波 闫文宇 田羽 和田羽死去的哥哥 田园 而最终 赫岗警方联合加姆斯警方 一举抓获了 正在加姆斯街头流窜的 无家可归的田羽 在一看田羽的左肩上 的确有一处子弹擦伤的痕迹 这应该就是江生葵 开的那一枪造成的 同时也说明当时那个披肩发女歹徒 正是这个女装大佬田羽装扮的 而通过对田羽的审问 他也说出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 那个临走之前 在田园身上又补了两枪的人 正是他的亲弟弟 田羽 这整起案件的来龙去脉 大概是这样的 这四个人呢 其实从小就在矿区长大 彼此之间称兄道弟 作为矿区的孩子 他们十分清楚 每年春节前都会有巨额的矿工工资款 存放在矿上 于是四个人商定之后 选了矿工较多 工资数额巨大 并且阎文宇较为熟悉的南山矿 作为目标 从94年9月 也就是早在案发前四个月 他们就开始精心策划 反复密谋了 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据 94年10月 田园以去韩国打工为由 淡出了亲友的视线 搬进了事先租好的一个平房里 两个月后 平日里卖衣服的孙海波 以外出做生意为名 也搬进了出租房里 没多久 田羽也不声不响的搬了进去 不过这个严文宇 他没有住进出租屋 他凭借着曾经在南山矿水电科工作的便利 承担了一项重要的任务 也就是内应 他负责绘制南山矿的矿区地图 并且详细掌握保卫科和经井科 两个科室内房间的结构 而在28号案发之前 在四个人当中 有田羽装扮成女人 之后 让身高同样比较矮的延文宇 也装扮成了短发女人 就这样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 这二男二女 在当天晚上六点钟 坐上了那个无辜的出租车司机 防疫柜的车 那么在之后的剧情 咱们就都知道了 另外在作案之后 他们按照计划 是从大院西门逃跑 但是因为过于慌张 田羽的假发套 在逃跑的过程当中丢了 那慌乱之中 几个人也顾不上去找 最终就四散逃离了 至于这三名罪犯的结局 其实也不用多说了 毫无疑问 十一条人命 死刑没跑了 95年3月11号上午 在省高院召开的 宣判执行大会结束之后 这三名罪犯被押赴刑场 执行枪决 那么至此 这起惊天大案 也终于画上了句号